欢迎收看12月27号的菜筋Espresso 晚上好我是景龙 首先来看今天的马股走势 美国经济数据强劲 加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近期大跌后的美股 是买入良机谈话的激励 推动了区域股市庆祝行情 马股宗旨也不甘示弱 全天收报1690.72点 上升了18.12点 合理方面 马币对美元再次走高 攀上4.1660令吉 接着来看今天写Black and White的单元 首相杜马哈迪重新掌权以来 不少昔日的好友都蠢蠢欲动 而自称和首相关系良好的哈林沙霞 今天就传出 想要买走掌握伊斯干达特区 大片土地的UEM阳光 超过30%的股权 目前股库红股拥有UEM阳光 大约66%的股权 如果让出了33% 意味着哈林沙霞将会触及全面限购门看 需要收购其余未持有的股票 如果消息属实 这也将会是国库货股 减持IH伊宝和联昌集团之后 降低政府相关公司持股的最新动向 另外肯德基涨价引起热议 母公司QSR品牌回媒体说 最新价格是该公司为了继续供应优质产品 所做出的唯一涨价 目前经营肯德基、必胜客等餐馆的QSR品牌 正在忙于推进 总之5亿美元也就是大约21亿令吉的上市活动 QSR品牌原本打算去年挂牌 却碍于马股和马币疲弱 而展延了上市活动 资料显示 QSR巨大股东是持有51%股权的柔佛机构 雇员工基金局EPF和私募基金CVC 也分别掌握25%和24%的股权 换个焦点 拥有博威年商场等多项资产的 单司令林小春为人低调 在卷入那集事件之后 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尽管如此 林小春通过马顿和香港南海发展公司 联手竞标的台北双子星联合开发案 最后更成功脱颖而出 再次让它成为市场焦点 台北双子星总投资额超过600亿新台币 也就是大约84亿令吉 预估需要耗时至少5到6年的时间开发 而根据初步的规划案 商场将会占40% 计划将会是由博威年集团营运 最后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